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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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7日 距离2021年的完結 我想都只剩下10宗的交易日 我想大局都抵定今年都跌硬了 跌硬的原因很簡單 第一件事一定一開始就有疫情 第二就有中美的角力 第三你一定知道美國聯邦處理 一定年底就要加息 你不加息明年也要加息 所以有三大事 重袍事出來的時裝 自然就沒得搞了 主要爺爺是不是要防地產的問題 其實恆大問題去年10月已經開始出現 那麼 還沒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